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紹的是Cloud Computing Application 主要是介紹我們如何這些東西 Hazelcast, Spark, Ignite 我想這邊先統計一下 有聽過Hazelcast請麻煩舉下手 有少部分的人 那Spark呢 Spark應該沒有聽過的話就是 我不該...我不能說什麼 那 Ignite 這個應該就沒有人聽過了 好 那我這邊還是一樣繼續我的自我介紹 說著說著就已經過兩分鐘 然後總而言之那是22年的城市之力 所以大家可以算出來我大概幾歲 然後Java寫17年 然後擔任過一些有趣的一些工作 那跟大家一樣就是希望一輩子寫城市到老 還是大家沒有人一樣希望 就我一廂情願 大概是我一廂情願 那我這邊大綱介紹一下 我們先會介紹那個Hazelcast的一個簡介 那這邊的話 這一部分其實大概去年 前年的時候我也有一個Hazelcast的 session 在JCConf 2014 那裡面的時候已經 主要是介紹雲端跟Hazelcast的部分 那這邊會在Brief的時候稍微帶過一下 因為應該有不少人都還沒有聽過 那接下來會介紹Hazelcast核心的部分 那接下來會介紹Spark 那Spark因為大家比較熟 所以這邊會跳得比較快 那Spark部分的話就不會介紹它的什麼performance啊 程式怎麼寫啊 我這邊會主要介紹是 Spark裡面它是怎麼樣 為什麼它可以比 它號稱比那個MapReduce快十倍還是一百倍 為什麼它可以那麼快 它是有些原因 那Hazelcast裡面本身也可以做MapReduce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會用Spark來做MapReduce 這邊我們會介紹 那今天Hazelcast它的功能跟Spark它們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們串聯在一起 那最後接下來介紹這個新的Ignite 它是APA7的新的一個專案 它跟Hazelcast是類似一個功能的一個套件 然後我們後面最後會講到它們兩個之間的恩怨情仇 所以我們這邊會先介紹這個Hazelcast 那速度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上 跟不上就算了 沒有關係 不會介意 那這個Hazelcast就是它的官網 那Hazelcast的公司名字就叫Hazelcast 那它的網站呢是結尾有一個org跟一個.com兩個結尾 那可以看得出來.com這個就是for business商業的 那.org呢就是比較for community 那同樣的Hazelcast它的版本也有分community版本 跟Enterprise的版本 那Enterprise版本還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Enterprise HD 那個HD 那個HD不是那個 我們看那個HD 什麼 10 什麼P的那個HD 不是 它是另外一個HD 我們後面會解釋 那這邊會介紹 這邊什麼是Hazelcast呢 Hazelcast呢 它主要是在 Memory裡面的資料網格 那什麼叫Memory裡面的資料網格 就是說Hazelcast呢 它會把資料平均分散 散在每個節點的記憶體當中 也就是說今天我執行了五個Hazelcast的程式 的JVM好了 這五個JVM不管是在同一台機器上面 還是在同一個網域裡面 它們會自己形成一個cluster Hazelcast呢支援很多種形成cluster的方式 包括TCP IP Multicaster或是Apache的JCloud 那形成cluster之後呢 我們資料都會平均分散在 這個cluster裡面所有基點上面 除了Memory的share之外 它們還可以share 包括比如說 可用的CPU的資源 也就是說我今天做一個寫個程式 我可以讓它在五台電腦上面同時跑 所以這對我們 要做Cloud Computing來說是很方便 因為它自動就變成cluster 然後它會 我們可以設計 讓每一台的每個節點 都去執行我們要的程式 可以分散我們 可以分散我們的那個處理的 處理的能力 然後呢縮短我們處理的時間 除此之外呢 還有Storage Space 也就是硬碟空間 我們也可以分享 那 除了這些 我們除了分享記憶體 CPU跟硬碟之外呢 另外就是它還有容錯功能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節點 遺失的話 斷線的話 或是當機的話 不會影響到整個cluster裡面的資料 它會自動做balance 所以這邊呢即使一個節點離開了 我們也不用害怕 那它的功能呢有很多 那我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分散式的Caching 那這邊Caching包括比如說 Cue,Set,List,Map 這是大家都很熟的 Multimap 那個大家可能有用過Apache Commerce 名叫Multimap 那concurrent的部分呢 包括有lock 跟後面的atomic reference atomic long 那再來呢 它還有另外有ID generator 還有另外有ring buffer 那如果假設是針對比如說 訊息的部分的話 它有topic 那個這是資料結構 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資料結構 儲存不同類型的資料 那下面呢是分散運算的部分 它的運算的部分呢 就包括了entry processor 這邊我們就可以做 我們的事件 我們的實體 我們可以做processor去做處理 那麼另外呢 針對concurrency的部分 它也有executive service 這其實跟Java的concurrency裡面是一樣的 只是呢這邊是分散式的 它會分散在各個節點上去執行 另外我們可以自定義自己的service 那麼query的部分呢 分散式的query 其實因為hazel case它其實本身 公用了記憶體之後 它可以形成一個key value的 一個noSQL的database 所以它也支援了query的部分 query的部分包括除了query之外呢 它也支援了重擊 那另外還有支援了Listener 所以資料裡面有任何的異動的話 Listener會第一個收到消息 那麼它同時也支援了mapReduce 再來是clustering的部分呢 支援重局的部分 包括它可以做為hybernator的2nd level的cache 或是grade的 ggrade 那麼另外呢 這邊針對java cache service 它也可以支援它的resource adapter 那它底下標準呢 是支援了jcache 最近它一直在主打jcache的東西 然後hazel case的進幾個版本 在jcache上面有增加了很多的資源 那另外還有apache的jcloud 所以呢 今天如果不管是哪一個雲端服務 它只要能夠接上jcloud的話呢 其實hazel case就可以藉由jcloud找到它們 然後形成衝擊 所以在底下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支援了 包括aws azure 然後呢 透過discovery service provider interface 就是我們所謂的discovery SPI 它就可以找到其他 你在aws上面 ec2 然後或是azure上面的資源 包括還有cloud foundry上面也可以 那另外它支援kubernetes 跟zookeeper的discovery 那它本身呢 你也可以用docker 去run這個hazel case 那麼它底下呢 也支援了 除了雲端的部分 雲的部分 端的部分 它支援man cache 也就是說hazel case 它其實run起來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一個man cache的service 你可以拿既有的man cache的client 去點hazel case 是沒有問題的 那man cache我們知道 它其實man cache 比如說我們灌在兩台 或是多台機器上面 man cache本身的話 它不會有做low balance 我們其實需要額外的事情 來去針對每一台上面的man cache 去做處理 那所以今天我們有一台機器 要下線或是要新增的時候 man cache處理來說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麼另外呢 就是對於容錯的部分 然後以及對於 我們要額外再安裝man cache來說 也會增加一些功夫 那hazel case呢 它本身就已經內建支援man cache的protocol so你任何一個man cache的client 都可以直接連hazel case 然後享有hazel case的好處 好 那它使用的一些時機 就是比如說它是一個 資料內 記憶體內的資料網格 所以呢 所有節點內的資料 在記憶體上面是共享的 你在A節點放進去資料 你在C節點 D節點 E節點都讀得到 那它支援快取 然後呢 它本身呢 因為它有這樣子一個共享 記憶體的功能 所以它也做了一個key value 的no SQL database 那節點之間呢 可以互相傳訊息 另外呢 針對application scaling來說呢 你可以輕易的 增加節點 刪除節點 最後面的是clustering 那我這邊 針對每個部分 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在講雲端 很多人說我們要scale out 那其實hazelcast 是很方便做scale out的一個套件 因為它本身呢 所有節點上線之後 它會自動在網路內去尋找cluster去加入 所以你一個cluster裡面 你可以有50個 100個 甚至上千個節點 在同一個cluster裡面 那它們會share cpu memory 跟data 跟disk 那麼它也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這個一個節點的上線下線呢 它都有自動 有辦法 針對記憶體內的資料 重新做平衡 而且平衡的不會耗掉很多的時間 它有一套它自己的一個演算的邏輯 所以針對一個節點遺失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花 我們的latency不會增加太多 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 在剩餘的節點之間 搬於記憶體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有用過cassandra的話 就知道 如果假設我今天一個 Ring裡面一個node 離開的話 我要重新rebalance 是蠻花時間的 那主要除了在 它是硬碟上面 叫做很多的IO讀取之外 那網路的傳輸也是很重要 兩個加起來呢 就會造成 我們cassandra上面 要新增或是移除節點的話 其實都必須經過一段 就是不小的時間來做 那HazelCase呢 因為它都是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它不會 對IO的部分呢 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另外呢 它的第三個就是 它的code呢 是我們很好很輕鬆的 就可以寫出個cluster 那因為它裡面的 API設計的邏輯呢 就是依照我們一般 Java user使用的習慣去做設計的 所以用起來 你會覺得就好像在用 Java原本的API一樣 那另外呢 就是 離開或是加入的cluster 是很輕鬆的 那麼呢 所有的memory呢 它的memory是有彈性的 因為所有的接點memory 它會變成一個memory pool 大家都可以用 那caching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 main cache的部分呢 它本身就可以作為 main cache的另外一個替代品 那它當成替代品之後呢 它又可以分享記憶體 分享CPU 分享硬碟 那這邊 hybernet的部分呢 它可以作為第一期 跟第二期的cash 那這邊它有plugin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另外sprint cache呢 它也有支援sprint cache 所以 你可以在sprint設計檔裡面呢 去設定hazard cache的cache manager 你就可以讓hazard cache的 來成為sprint的cache 那麼nosecule資料庫的部分呢 它是記憶體的nosecule資料庫 所以它速度呢 會比較快 比一般的其他的 比如說mongo 那當然它也造成一些影響 那當然它也造成一些影響 比如說穩定性的問題 那 不是穩定性 那個 可 條 縮放性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只要 加入其他的節點 我們就可以共產記憶體 但是呢 再怎麼樣 記憶體還是比較小 硬碟還是比較大 那在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加入節點到cluster裡面的時候呢 它會去重新收集所有的 它會聚集所有的這個記憶體 那聚集記憶體之後呢 其他的節點也可以使用它新加入節點的記憶體 那擴展性的話呢 它底下的揮發性的話呢 它是使用P2P 那P2P的話呢 傳輸的速度呢 就會比較快 那另外呢 它這邊針對 揮發性的部分 預設呢 它會存兩份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一份 我存了一個資料到共產記憶體之後 我還會再備份一份 那備份的這一份呢 它會拆成很多的小格 放到其他的節點裡面 所以今天一個節點消失時候呢 這些備份的 這些備份的資料 它就會變成主要的資料 然後它再另外找其他地方去做備份 那我們後面會有比較詳細的一個介紹 介紹它節點離開 或是加入的時候 它會怎麼處理 這邊就是做rebalancing 如果節點掛掉的話呢 它會做rebalancing 那因為只要我們做rebalancing 我們就知道會對整個程式的效能造成影響 所以它這邊有刻意想了一些方法 去消除 不管是Network CPU還是RAM的latency 那底下呢 有個叫做Going Native Going Native的意思呢 是我們知道我們存很大量的東西 在機體裡面的時候 Java難免就會有一種東西叫做GC 後來影響 那HazelCase在GC這部分呢 有下了功夫 它使用一種叫做 High Density Memory Store HD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高密度的記憶體儲存在 這個可以避免GC Pause 它是怎麼做 它其實是用NIO的Direct ByteBuffer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邊其實會有 ByteBuffer它其實有兩個實作 一個是Heap Heap ByteBuffer 一個是Direct ByteBuffer Heap它顧名思義 就是用Java的Heap的區塊去存記憶 去存資料 那Direct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透過了外部的程式 所以它其實不歸JVN的管轄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 我New了一個DirectByteBuffer 之後 其實裡面的東西它 它不完全受GC的管轄 那不完全受GC管轄 那要怎麼管 這邊我們後面會介紹一下 它是怎麼來做 那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NIO的DirectByteBuffer 它裡面是什麼實作的 它主要是在我們原本的 配置的JVN的記憶體之外呢 額外再去配一塊記憶體的空間 來存我們要的資料 那因為像比如說 假設我們要共享記憶體的話 比如說我開個HazelCase的程式 然後我說我要4G的空間 那4G空間一次要GC很花時間 所以他們可能在外面 用DirectByteBuffer去做 但是即使這樣做 它比較不會有GC的困擾 但裡面的比如說 它的碎裂性 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那HazelCase在這邊想了一個 不錯的點子 去避免掉破碎性這個問題 簡單而言之呢 就是今天如果假設 比如說我訂一個4G的 4G的空間 那4G的空間呢 它其實就會 產生4個DirectByteBuffer的物件 一個1G 一個1G以後呢 它再把裡面一個1G的空間呢 切成 1020個Trunk 每個Trunk 1K 所以當我4G的時候呢 我就有4096個Trunk 有些4條DirectBuffer乘上每條1024個Trunk 所以呢 我的一個4G的HazelCase的程式 就有4096個Trunk 每個1K 接下來每個1K之後呢 我存完了我的資料之後 比如說我資料是3K好了 那我這3K資料 我就會切成三部分 存在Trunk裡面 那會有一個 叫做Position Table的東西 它就會標明 OK這個Trunk已經用了 哪個Trunk沒有用 接下來我移除 我移除 這個資料的時候 3K移掉了 那原本的這3個Trunk裡面的資料 就會被殺掉 就會清掉 然後呢 把這3個Trunk呢 再歸還 歸還到 可用的Trunk的空間裡面 所以呢 它基本上避免掉破碎性的問題呢 就是讓資料變破碎 當我資料變破碎的時候呢 我只要記得哪些有用哪邊沒用 它其實永遠都不需要 做defrag這件事情 因為我資料本身就是破碎的 那正因為資料變了破碎了 我可以輕易的 比如說五個節點好了 有5K的資料 我每個資料都可以各存1K 在每個節點上面 存完之後 我的備份 再挑不同的節點來存 我可能就有十個 我一個5K資料就分成 其實有十個小的部分 散在我個節點上面 今天有個節點掛掉的時候 我只要傳那個節點上面的 兩個小部分 1K就可以了 傳完 就收工回家了 所以呢 在這部分呢 它的原則就是 我讓資料變成 每個很小很小的trunk 我就不需要 在一個節點掛掉的時候 搬來搬去 那另外我們剛剛看到message的部分 它其實這邊是可以 藉由一個topic的東西 那topic呢 我們就可以支援 publish跟subscribe 有時候我可以訂閱一個topic 訂閱一個topic 當我送資料到這個topic的時候呢 收的人就會 所有的接收者就會收到這個訊息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 全部的節點都訂閱同一個topic 那我打個訊息出去 就等於是廣播 所以你可以設定一個廣播的topic 也就是說 我這個訊息打出去之後 是全部的節點都會收到這個廣播 然後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那你也可以設定成資料 也就是說我單一一個node 我聽特定的一個topic 只要對這個topic說話的 就是對這個節點說話 就變資料 所以你要傳訊息的話 你只要注意就是我的topic 哪些節點訂閱 哪些節點不訂閱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除了群聊跟資料之外 我們也可以group的聊天 有些節點有訂閱 有些節點沒訂閱 那這些可以 你可以設定是說 我有某些特殊功能的節點 訂閱某個特殊的頻道 所以這個工作發給這個頻道之後 這些特殊的群組就會去做事 這是還蠻有趣的東西 另外就是scaling的部分 scaling的部分 它其實很強調 它的節點的上線下線的離開 對整個cluster不會造成影響 速度很快 另外scaling的部分 它可以做到跨網域的scale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今天 比如說你有兩個data center 我可以在a data center作為主要的服務 那我的b data center就作為備援用 所有的東西你就可以從a a新增的結果 它會反映到b的data center上面 那clustery呢 clustery呢 這邊是主要在介紹這個web session的部分 像大家應該都有用過tomcat 那用tomcat加網站 加到一定人數之後 可能一個tomcat就沒有辦法符合大家的需要 被打掛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能想要開兩個三個多個tomcat 那如果前面再用個load balance 跳來跳去的話會比較麻煩 那這邊呢 就是說clustering的部分是說 我們的web session 它也可以做clustering 也就是說我今天所有的節點都提供了 都有提供HTB web server的這個功能 那今天你不管連到哪個節點 存取 就是下單或是買東西 或是做什麼其他事情 都不會影響你的整個 瀏覽網頁的過程 因為session是共享 在所有節點之中共享 那這邊是它dependency喔 那目前它已經是到3.7.2 這是最新的版本 那我之前講的時候大概還是3.3的左右的版本 那這邊接下來介紹 從3.3 這邊是3.4到3.7新增的東西 但我不會全部講 我只會講比較重要的 畫藍色的部分就是要付錢的 所以 不是它很重要 是它要付錢 所以大家想用的話就是要付錢給它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 講了很久的那個4G把它做成4個1G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件事情 它是high density memory store 那這個呢 主要它是在Enterprise HD版上面才有 所以如果假設要用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要付 我是不知道要付多少 因為我用不到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底下都比較 比較 minor的 就是比如說它的configuration 可以拆成各個部分 然後用import 可以import進來 然後這3.5的部分 3.5份比較重要的是 有個第三個 就是clustering coring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主要是在設定 如果假設我一個cluster 裡一個cluster要提供 某服務的時候 它需要有幾個節點 它才可以提供 所以你可以設定 比如說我今天要提供的 我說服務 我說訊息服務 那我說訊息服務 可能它要處理的資料量比較大 它可能要跟database 做什麼做溝通 所以 根據我的 每天的使用人數來說的話 我可能要五個節點 我才願意提供這個服務 那你就可以設定 一個cluster裡面 只要小於五個節點的話 它就不再提供這個服務 有點像是 就是好像 我一個ring裡面超過二分之一 我才可以幹嘛 的這種概念 那麼另外呢 幾個比較minor的 就是它提供一個新的cluster 那個portacle 那另外呢 針對 我可能即將遺失掉的partition 它會有個listener 那你可以針對即將 可能會遺失的資料 來做些處理 當然它資料不會真的遺失 就是說你預知到 它可能會有遺失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一些動作 那它 即使它真的遺失的話 這個節點遺失了 它還是會去做balance 但是你可以在那之前 決定我要把寫到硬碟裡面去 那另外呢 就是針對比較慢的operation的話 它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可見度 可以在log裡面顯示出來 你可以做這樣的設定 那3.6裡面那個新的東西呢 就是那個藍色又出現了 那它是for map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之前不for map 可能就是這樣可以多收一點錢 然後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是 第四個就是 它針對那個jCloud的部分 這是apache的jCloud部分 它支援 所以你只要今天 因為這是一個cloud provider 所以你只要能夠掛在jCloud上面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可以 hardware case就可以做一個cluster 它就可以找到對方 它就可以找到對方 那麼另外呢 底下的hard restart persistence 這個也是要付費的一個功能 它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快速的去 重新restart整個cluster 那重新快速 你要重新去restart cluster的話 也就是我們記憶體的東西 都要先寫到磁碟上面 寫了之後呢 我整個cluster重開 我再從磁碟 把資料讀回記憶體 那這個也是要付錢的 可能有市場吧 我是覺得就是 因為通常我們的解決方法 這可能會準備兩個cluster 因為通常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你可能是只有一個cluster 然後你遇到一些重大的bug 你必須要做一個緊急的upgrade 做緊急upgrade之後 然後你再重啟 那你可能擔心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版本的不同 各個節點之間會造成異常的錯誤 或是你在更新的過程當中 有嚴重的latency 沒辦法serve 所以你才要 才需要這樣的功能 那一般其實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你可能準備兩個cluster 那兩個cluster的話 平常的話你可以 兩個cluster都同時上線 前面是low balance 去做導向 那今天我要更新的話 我可以讓low balance 只導向其中的一邊 那剩下一邊 我就可以全部下線做upgrade 所以 也也是有解決方法 那可是如果假設你要用cluster的話 就代表你要用比較多的機器 這當然是一個驅舍的問題 那底下一個light members light members的話 它主要就是 我可以有一個member 一個節點加入這個cluster 但是我不分享任何的記憶體 也不分享CPU跟硬碟 它就正做一個觀察員的身份進去 那這種話通常你可能 通常比如說你不分享記憶體的話 代表你可能你要做其他事情 你可能你要做monitor 或是你要做一些任務指派的工作 所以你不希望那個工作影響 就是不希望memory的存取 影響到你做指派任務的工作 那3.7呢比較有趣的就是 它除了針對Azure增加Discovery SPI之外 另外就是它增加了CLI就是指令介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可以用指令去控制 HazelCaster開或關 那這針對 這比較偏向OPS方面 因為OPS他們在做更新 或在做一些 一些利息性的任務 或是做一些自動的script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希望針對cluster去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下面紅色部分就是我們接下來會介紹的 就是apache 這個就是spark的connector 就是HazelCaster跟spark之間的連線 那下面那個藍色部分就是跨網域的背遠 所以異例背遠也是要複淺的 就好吧 那這邊是簡單的一個call 它其實使用起來很簡單 它其實你可以看到它不需要太複雜的語句 只要我指定好config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config丟到這個instance裡面 我叫它new一個instance new出來之後 我就有一個名字叫做instance 的HazelCaster的instance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從這個instance去getmap 然後後面接這個map的名字 那當然一開始時候我們當然就沒有名字 我們就是隨便給個 比如說我給個名字叫test 它就會在雲端呢 幫我建立一個叫做test的map 然後並把這個map給我 那你可以注意到這個map它回來 它其實也是 它其實也是繼承自 Java Utile裡面的map 你就可以放物件進去 那這個map它算是繼承自Java Map的那個界面 但它實際本質上它是分散式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放了eldemo 這個entry進去之後 它其實這個已經散到各個節點的記憶體上面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說我放了之後 然後這個map消失就不見了 不會 因為我們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再從instance.getmap 再把這個map拿出來 那這邊我們分享一下它記憶體是怎麼樣 做設定的 做區分的 它其實呢 sharding比如說我們有四個節點好了 那它預設呢 把所有的記憶體呢 切成271個區塊 那270個區塊呢 也分 還分成兩個部分 上面的 黑色的部分呢 從P1 一直到最右邊的P271 這個是 主要的 記憶體區塊 也就是說我們放的東西 主要都先放在這裡面 那下面的藍色的部分 就是備份用的 也就是說 HazelCase的預份 所有資料都存一份 那存一份的話呢 也就是說我們 所有觀察記憶體就會被切成兩個區塊 一個是主要的 一個是備援用 那我放 為什麼 有些人為什麼說271喔 為什麼會是271個partition 他們稱之為每個都是partition 271 首先它是個指數 不是因為我是數學企 我才說它是指數 我也不知道 我是Google才知道它是指數 但是不是指數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在這個partition的數量是可以調整的 那它調整有些邏輯 有些原則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就是如果我今天 比如說任何一條是1G好了 我partition下來 每個partition是多少空間 可以想一下 100 1G 1G就是1024 除上27個partition 就可以算出每個partition是多少mega 那基本上有一些原則 有一些原則 不是這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 今天他們希望每個partition的容量不要超過100mega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我今天有1G的記憶體的話 我分享1G的記憶體 它就有10個100 1024嘛 1G是1024mega 我就有10個100 所以這個記憶體會被切 其實可以被 建議被切成10個partition 那如果假設我4G的空間分享出去的話 一個節點就是40個partition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希望 每一個基點上面 要嘛就是40個partition 要嘛就是這個partition不要超過100mega 所以這個數量其實會調整 那他們算出來271個partition 是針對100個節點之下 它其實還蠻適合 不管是在效能上面 或是在空間上面 都還蠻適合的一個數字 所以用271 如果假設你的cluster裡面 已經超過100個節點 或是每一個節點你算完每個partition已經超過100mega的話 其實可以增加這個數字 因為你要知道一個節點死掉的話 我移動每一個partition 它就要100mega 其實會耗掉不少網路的流量 那如果假設我的節點 我的partition小一點 就40mega的話 其實就比較單純一點 那這邊是資料如何被partition 也就是說它會針對你的key 它會針對你的key 去做一個hash的program 那個algorithm的一個計算 可能是你的key 也可能是這個物件的名字 它首先會先把它序列化 序列完之後再做hash hash再除以partition的總數 那我們剛剛看到是271 所以當我一個key 序列化hash 在除以271之後的數字 我就會把它叫做partitionID 也就是說我這個資料 到底要放在哪個partition裡面 那我剛剛有看到partition是p1到p21 所以當你的數字越大的時候 這個ID的數量就越大 所以你只要相同名字的 每次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你都會得到同一個partitionID 那所有partitionID 集合起來就會有個partition table 所以當我們增加一個新的member的時候 然後呢 當我們增加一個新的節點的時候 他就會接收到所有partition table分配 會宣傳給他 那這裡面這個partition就會存存partitionID 那還有這些partitionID是在哪些member上面可以找到 然後這個爬地區 table是所有的界點都共享的 所以不管你存取到哪個界點 總是很快的可以找到資料在誰身上 因為他們每個界點上面都會有一份 也就是說一個界點消失之後 他們也會馬上知道說 那他的儀式資料要怎麼樣去轉到其他的爬地區上面 那麼最舊的、最老的成員呢 他會定期的向所有的成員去送 patcheting table的消息 因為他是最老的成員 所以誰進來 所有人都是在他之後進來 所以他是前輩 所以前輩就會常常尊尊教誨 就是要告訴你人生要怎樣活 然後給你很多看起來很重要 但其實好像也沒那麼重要的建議 反正總而言之前輩就是這種生物 我沒有說我被前輩巴鈴過 但是就是 節定也是這麼一回事 那如果假設最老的那個前輩離開來 就會有第二個前輩 就是學長走了嘛 然後就會有 在下一梯的那個學長就會出來扮演這個角色 人生就是這樣子 生生不息 那這邊就是談到repartitioning呢 就是當成員加入會離開的時候呢 他會重新的repartition 那這是他的torp 這是屬於embedded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完全製成一個小小的空間 然後也外面也沒有其他client來連 所以他們自己就會活得很開心 大家都要在裡面溝通 然後這是client server的架構 也就是說我外面其實會有其他client 包括可能是java C sharp C++ 或是我們剛剛提到的main cache的client 用main cache的protocol來連 或是你是risk for client 他其實也支援risk for the protocol 那講到這邊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好口渴 你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就是大家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剛剛講那麼多應該也都忘記了 所以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樣插入寶可夢 就只好在這邊放一張大顆牙的 因為他最近很紅 所以 那我們接下來是spark 這spark的網頁 那什麼是spark 就是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就是可能 比我更了解spark在幹嘛 所以我們這邊也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spark它其實是一個很快速的引擎做map reduce 那它可以讀很大量的各種資料來源 然後呢經過一些巧妙的變換之後呢 然後得出我們想要的結果 所以很適合拿來處理big data的東西 那spark它本身也支援了很多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包括它支援machine learning 昨天剛好就有一堂是在講到spark machine learning 的setion 然後它呢快速好用 因為操作spark的rdd 就好像我們在操作我們自己的map 在操作java stream一樣 然後呢它也對sql相容 那它也有針對sql這邊出library來處理 那它號稱可以跑在各個地方 主要它可以跑到一個地方是說它可以 比如說包括cassandra 它也可以去成為它的data source 或是hadoop的 或是HDFS上面的檔案 也可以成為它的data source 那它的特點呢 主要最重要就是它的rdd 然後呢錯誤 那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做很高速的map reduce 那它支援的語言也很多種 目前就是java、scala、python 跟r 這個應該是目前最紅的 那rdd是什麼呢 rdd呢就是有彈性的分散式資料集 它是一個圍讀的 那它其實裡面字很多 它其實就是rdd是存在記憶體裡面 那什麼是rdd呢 就是我今天讀了資料之後 我把rdd的每一個資料轉換 看成一個節點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資料操作 比如說我要先filter 我要再flatmap 然後我再做什麼 再做什麼 最後我取一個summary 或是average 或是first 除了這些operation呢 我都可以畫成一個圖 這個圖的中間的路線 這個圖的方向就是說 我要做什麼動作 讓一個資料map 從a的狀態變成b的這個狀態 那變成b的這個狀態呢 每一個狀態都是一個節點 中間的節點呢 我們知道像stream它有兩種操作 一個操作是我們可以繼續一直接下一個操作 那另外一種就是ending的操作 就是說這個操作之後它會回傳一個詞 或是做一件什麼事 那在之後你就不能再繼續使用stream了 所以呢rdd其實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有興趣也可以去讀它的論文 寫的還蠻有趣的 那它主要就是因為它利用 一個所謂叫dag的一個東西 一個引擎 所以呢它可以很快速做map reduce 那它的操作呢 其實就是transformation跟action 那transformation包括map和filter 那action呢就是像count first 我取第一個值 那這就是它的一個operation的狀態 我只要一個rdd那我讀進來之後 我可以一直不停的transformation 它會再回到rdd 它其實是另外一個rdd 因為rdd是圍讀的 所以你一旦比如說我讀了一個很大的文字檔之後 這rdd就固定了 我下次對它做transformation的時候 我其實是產生另外一個新的rdd 來存這個中間的暫時性資料 直到我遇到了action之後 我才會有value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的hdfs 讀資料之後它其實就變成filteredrdd 中間就會一直做不停的轉換 不停的轉換 轉換到最後action出現之後 才會變成最終形態是map的rdd 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張圖 灰色的部分就是我讀資料讀進來的rdd 然後最左邊的那個圓就是最終的map mappedrdd 中間的白色的點都是中間的過程而已 所以我們當我們讀一個資料進來 然後中間做了很多的轉換 到最後中間的結果其實產生了很多rdd 那每個rdd都是圍讀的 那spark呢它也是個cluster 中間有任何的節點消失或是資料遺失的時候 它可能只是指消失其中一個暫時性的狀態而已 它可以馬上再產生新的暫時性狀態 所以為什麼它的回復 它有容錯的功能就是因為 每一個節點它都會有每一個rdd的 我們所謂的dag的圖在裡面 那你只要有這個圖 其實每個rdd裡面都有這個圖 你只要有這個圖的話 這rdd的中間的任何一個狀態 你都可以馬上重置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map reduce要用spark 因為其他的都是真的只有慢慢地map慢慢地reduce 但spark它用了一個比較聰明的方式去做map reduce 那這是cluster topology 那它目前是2.0版 那我這邊呢 其實這邊我就不太多做介紹 這邊就是用docker去執行spark 那這是它的管理介面 那如果假設你是要起cluster的話呢 也可以它會有分成master 這是master的部分 一樣是用docker來做執行 然後呢接下來再起walker 然後呢就可以看到它全部 那中間你可以看到有多少walker 然後底下是完成了多少的application 也就是說你做了多少的 請到做多少工作 然後這邊有很重要的一點喔 不管你是master還是worker 還是外面的client來連 請記得用同樣一個版本 因為不同的版本中間會有序列化的問題 或者是incomplete class的問題 你的jv就一直酷酷 所以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我們是國際化 所以我都把它翻成英文 然後connector呢 主要就是接連兩個 那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圖就是hazelcaster 本身有colline spark本身也有colline 那中間我們可以用connect把它連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中間它們都可以做maple reduce 但是我們hazelcaster應該是做記憶體資料網格 我們可能會把資料放在那邊 因為spark它其實不存資料 它存的是rdd 那我們就可能把資料 一直會更新的資料 放在hazelcaster 因為spark的rdd是唯獨的 一旦產生就不會再修改 所以你有新的資料它也不會變 你必須要產生一個新的rdd 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會把資料存在hazelcaster 然後請spark幫我們做maple reduce 雖然hazelcaster有maple reduce 但是我們不是我們做我們其他做 就是有點像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關聯性 我就很快想到 就是其實有這個東西 就是有沒有 這個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 但我個人沒有很喜歡這個版本 我比較喜歡這個版本 對 因為我畢竟也是一個宅男 然後它支援很簡單的就是 它支援map跟cache 那這邊它可以看到 它是hazelcaster最新的3.7 跟spark1.6.1 那其實目前它來說 它還是有一些小問題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dependency就是 它目前是0.100 那大概是兩三個月前 那0.200目前正在製作 那它其實加的property呢 就是我們hazelcaster 其實我們是靠group的name跟path 來形成cluster 那它這邊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邊要怎麼樣加入hazelcaster 然後這是設定的部分 在connector裡面我們可以設定 我們把其實不用每一個設定都標上去 我們可能address 我就會懶得寫 或是你要寫可以 因為它預設會找本機的 5701 然後group的name跟path一定要寫 那剩下的要不要開都沒有關係 因為剩下的話就是說 我們spark要不要做path 那底下的話我們就直接 這邊的程式碼會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用一個java spark的contact 然後呢把資料帶進去 然後呢我們再起個hazelcaster sparkcontact 然後是把java content 帶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後面應該會有 比較簡單的一個做法 這邊是讀的部分喔 我們拿到這個sparkcontact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hazelcaster map 後面是map name 去拿到這個map裡面的資料 拿到之後它已經轉成RDD了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直接RDD去做操作 那寫入部分 目前比較麻煩一點 中間那個不要看 最主要是下面那兩行寫入 那寫入的部分 它就是直接save到hazelcaster map 那這RDD的部分呢 需要做有一個java pair的RDD function 轉換 那因為主要它目前是map跟cache 所以目前只能用java pair的RDD來做 那其他的RDD可能就不適合 像比如說javaRDD它只有一個 它是像list的那種東西 它就不適合存在map上面 那預期它後面會增加支援其他的 我們其實已經沒有時間講一個night了怎麼辦 那我們就很快的跳過 其實還是我們直接看那個比較圖 其實一個night跟hazelcaster也是一樣的東西 好吧它們不一樣 但主要呢 就總而言之呢我想大家應該比較想聽八卦 總而言之它是Greed Game這家公司做的東西 然後它做做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很強做得很棒 他就把它貢獻給APA7基金會 然後貢獻了之後呢 它其實跟hazelcaster的差異呢不大 主要就是主要功能差異不大 那麼它看起來來勢熊熊 因為hazelcaster已經好幾年了 那英格蘭它比較新 所以目前其實業界用的人比較少 那它其實可以看到它資源的部分 其實跟hazelcaster蠻像的 那這邊是它的data grid的圖 那其實在hazelcaster上面也是一樣 那注意到它上面有個unhip memory 就是三條的那中間 上面是unhip是hip的memory 然後底下是offhip的memory 其實offhip的memory 這邊就是指hazelcaster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DirectBiteBuffer就是HD的memoryStore 但是它這邊不用收錢 它是不用收錢 所以你們如果想不想付錢的話 可以用用看 那這邊其實列了一堆 其實跟hazelcaster的大種小異 所以我想說我們可以直接看那個 這邊一個比較重要 這個是hazelcaster沒有的功能 是Streaming Streaming的話剛剛有一堂是介紹Stream 在scala上面的 那這個他們說未來可能會叫data flow 或什麼的 那這是還蠻新的東西 概念蠻新的 但是做的東西是舊的 就是比如說我有一個節點 我一直在收log 一直在收log 這log無止盡的一直在收 反正它就一直收就對了 那我這邊總要存 然後可能要做一些轉換 要做分析 那這Streams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hazelcaster目前還沒有支援到這一部分 所以想玩新的Stream的話 也可以用一個night 然後data strata的話 一個night的data strata支援的比較少 Hazelcaster支援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假設有一些Hazelcaster上面 一個night上面沒有的 也可以考慮使用 改用Hazelcaster 那message的部分的話大同小異 那service grid的部分 這邊會比較有趣的 就是它可以支援 比如說我們說 所謂的singleton 它可以支援到 所謂cluster singleton 也就是我在整個cluster裡面 這個物件只有一份 這是所謂的service grid 那這個hazelcaster也沒有 因為我們一般的singleton 都是左邊的那個node singleton 就是我們node的jvm裡面 物件存在一份 但是它可以做到 整個cluster裡面只有一份 那它目前是1.7.0版 然後所謂八卦的部分 就是grid gang 他有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 Igonite跟hazelcaster 我比較快 而且他還跑去hazelcaster的論壇上面貼 說我比你快 然後還發布在他們的mail list裡面 跟其他用戶講說 我真的比較快 這樣是很好嘛 很厲害嘛 那是 然後hazelcaster當然也不是省右燈 那CEO就很不爽了 因為 因為grid gang他不是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他在一兩年 在這件事情一兩年前 他還跑到另外一家公司 跟他們的用戶宣稱說 我們比較快 所以這個等於是他是累犯 CEO就很不爽 就把他刪掉 然後開始即在裡面挑骨頭 他說 你們這邊哪邊設定 明顯hazelcaster就是你們沒有設好啊 或是哪邊有用對啊 假的啊 他說 他說grid gang是假的 然後hazelcaster也按照就是修改過後 然後再測一次說 欸hazelcaster比較快 然後 隔兩三天 一個night 又出來說 好那我修完了 修完之後我們還是比較快 而且快門兩倍 所以就是很無聊 就是 不知道就是想引戰嘛 那這就是他的區別啊 你會注意到 有些左邊是yes的 一個night是yes的 Hazelcaster它是要付錢的 那SQL query的部分的話 一個night它是有支援NC99 然後Hazelcaster是有一些限制 而且它沒有就引 就引query是沒有的 那資料同步的部分的話呢 數據一致的部分呢 一個night是支援 裡面所有數據的原子化的一致性 原子和事物的一致性 就是sensation的一致性 那Hazelcaster它對於 它對於主要的partition有一致性 但是針對備份的就沒有一致性 所以你備份可能會拿到比較舊的 或是有錯誤的 那這是下一張列表 這樣感覺起來好像Hazelcaster比較爛 其實沒有 因為我是寫不下 所以我就沒寫了 Hazelcaster其實它們兩個各有擅長 因為目前Hazelcaster支援的部分 包括比如說Plugin或是iCloud 或是各式的標準 Hazelcaster比較多 那Hazelcaster它是主要主打輕薄或端小 所以很多東西你要自己來打造 那iCloud它就是想要把事情做全 那其實兩邊的性能來說 各家的性能包括 就是兩邊各有勝場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是追究速度快的話 其實沒有差別 是看功能性 也就是說 不是在於你選擇了什麼東西 而是在於你有沒有好好用它 這邊是reference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